2022年的12月10号 我们继续说国史 我们呢 说王鸿文 在上海 帮助地方工作了一个时期之后 回到了北京 但是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经营 这个时候的北京 这个中央决策层 应该说邓小平已经是一手遮天了 他已经在一手遮天的 搞着他的整顿 那么呢 应该说回到北京之后的 王鸿文的政治空间就更加的狭小 那么 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之下 王鸿文 颇感失忆 甚至呢 表现的一度很消极 一度很消极 那么在这样的 情境之下 这个时不时的 约他 吃点喝点的叶剑英 似乎呢 就成了王鸿文 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感情寄托 当然总是这么吃吃喝喝的自然 也就引起了别人的一些看法 尤其是王鸿文自己身边的人 你看王鸿文是反潮流 当年是造反派出身 王鸿文带到北京去的秘书 什么的 这些身边的人呢 也都颇有这种反潮流的精神 看着王鸿文 这样的消极 这样的失忆 甚至他的秘书 甚至他的秘书都直接打报告 就不想跟王鸿文了 要回上海 就觉得跟王鸿文在一起 就没有前途了 一看王鸿文被说冷落 是不是 然后自己呢 也不争不取 所以觉得跟他在一起没有前途 就打报告 要走 要离开王鸿文 离开王鸿主席 你说76年年初的时候 还真就如愿与偿了 他的秘书就离他而去的 你包括后来金租敏 肖木 这肖木 王鸿文都尊称为老师的人 都劝过王鸿文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 得这个调整一下 就天天这样 这个 有点沉沦 有点消极 天天就这样吃吃喝喝 这不行 这不行 王鸿文呢 也不是不听劝的人 你比如说肖木 肖木就以老师的身份 劝过王鸿文 王鸿文就跟肖木 说了实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有我的难处 我难以开展工作 许多人根本不承认 十大的路线 我的中央 中国中央副主席的身份 更是一个名头 根本不被其他的人承认 你看高层这些领导 领导人里面 也就是叶帅 还算是支持我 他就把叶帅请了吃吃喝喝 当成支持他 他说所以呢 正因为就叶帅支持我 所以叶帅的叫我来 让我到他去聊聊天 喝点酒 我就不好推辞 这是王鸿文跟肖木 算是推心之负 说了心里话 那么应该说 尤其是在1975年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商工作的时候 包括76年的 四五运动之前 一天多的时间里面 王鸿文的情绪是十分之低落 十分之低落 对手也是一点空间也不给的 哈哈哈哈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和情境之下 那么 66年1月中来去世 到9月9号 毛主席离开完 那么呢 应该说随着毛主席的逝世 两大对立的阵营 极其强大的 这些个老帅 政治老人们 早已经都纠合在一起了 毛主席还没有走呢 就重病期间 叶帅 王震的这些人 都重重运动了 都想先下手为强了 看毛主席也来日无多了 甚都想先下手为强 把江青他们干脆抓起来 然后呢 趁毛主席清醒 你要不清醒就更好办 你要是清醒的话 就趁你清醒的时候 造成继承的事实 逼迫毛病榻上的毛主席 接受和承认 这个事实 这个结果 这他们都想过 真都想过 就想干过 就后来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时候 不都披露出来了吗 这要是现在 要是放在中立的客观的角度来看 这不就是在毛主席还上天在的时候 还在的时候 这一毛鬼就不就开始耍人了 你就想一想 你每天 有什么事请完美喝酒 你不就都看出来了吗 这不都是记忆吗 而你知他们相 与他们相对立的 那是应该说 真的是毛主席 一旦不在了 那就显得 这个力量十分之弱小的 江青 张春桥 王红王和姚文元 他们这几日 毛主席在 这个 用江青 靠来庭审的时候 话说 打狗看主人 毛主席在 他们还有所忌惮 叶剑英当时的话说 就投鼠忌器 所以 四人 和以他们 这条路线为准 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那些文革的新生代 都很弱小 这个部的副部长 那个部的副部长 有那么几位 实在是 结合起来都抱成团 也没有多大的合力 所以随着毛主席的去世 他们就应该说是 岌岌可危了都已经 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他们几位来说 他们很矛盾 一方面呢 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 尽管经历了所谓的十年的 这个这个这个文化大革命 所谓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尽管他们呢 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 也 这个 经营了一些个自己的资源 但是 这些的东西 你跟对手相比的话 实在是太弱小 第二 他们也知道革命 确实是使很多的既得利益者 失去了 或者削弱了他们自己的 既得利益 那么这些人 是咬牙切齿 所有的党人财路 等于杀人父母 咬牙切齿的 要付这个仇 第三 他们也清楚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 经过了包括批林批孔在内 包括什么 批水火 一系列的这些个 预警式的这些个运动之后 他们知道 用毛主席74年年底的 关于理论的谈话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 历龄的话说 每日每时 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 他们非常清楚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下 他们的对手 只要幼稚以利 只要幼稚以利 他们会一下子就调动起 不知多么强大的 这样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 所以呢 包括江青 张志娇 王文他们都在那 知道 自己很可能这个政治前途 就是有一天没一天 这就是张云桥啊 王文他们 在76年毛主席去世前后 就纷纷主动的要求 跟老婆离婚的原因 就不想连累自己的家人 跟毛主席开始 干革命那天开始 文化大命造反那天开始 他们就没想过 以后享受什么荣华富贵 这些人应该说 从这个革命的这个革命性上来说 从党性上来说 这些人都是圣人一般的人 和那些个立心心的 文化大革命前的当权派们比 文化大革命中后来 要重新回到庙堂之上的 这些个所有的老政客们 老军头们比 应该说 从灵魂上来说 从思想上来说 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 王红文这些人 那要比他们干净 他们一万倍 然后干净一万倍 但是 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 水之清泽无鱼 正因为你太干净了 很可能最后你们就 形单影调 群群结理 一碗大笔饭 上次在饭盆肉 邓小平不就是 把几亿的中国农民就给俘获了吗 不就一夜之间 一窝风就吹了这个 二十来年的人民公社制度 几亿中国农民 在集体中生活 劳作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民 不也是一夜之间 捧着一碗米饭 砍着一块肉 就回到了 两千年前的 三千年前的 吉姆蒂挤头牛 老牌子上 小农经济 那个状态中去了 还乐此不疲 屁点点 所以他们早就感觉到了 他们的危机和危险 而这个危险 用毛主席当年 明确的告诉过他们的话 就求人 那些人都不会饶了你们 所以他们知道 所以这些像公审的时候 江青听说 宣判了死刑 然后接着等一会儿 想看看反应的时候 江青明确表示 革命无罪 造反游脸 早他们就想过 抛头颅 撒入了血液 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这都是圣人 这真的 从革命的意义上来说 这都是圣人 所以他们早有 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个十月六号那天晚上 可能就王洪文 毕竟年轻 稍作挣扎 你看这个姚文元 张春桥 记了大会堂之后 说怎么就怎么地了 知道 这一天终于来了 你看看 你看看江青 在他的驻地 张耀茨他们 当时去的时候 跟他一宣布 你看江青那个冷静 那个泰然处置 谁派你们来的 华国锋 要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江青都懂了就 就都明白了 马上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 整理这些中央的 这些重要的机密式的 这个档案的东西 然后呢 都搞完 落定 给华国锋一笔一划 用了毛铁字 写了一封短信 国防总之 来人说 执行你的命令 我把这东西给你做移交 然后把一封信 把这钥匙 保险柜里的钥匙 装到信封里 还用保密签 把信封给封上 那真是从容镇定 什么是革命者 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然后作用镇定的跟他们走 这是他们一方面 他们知道早有这一天 第二呢 应该说 他们确实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暴露了他们自己的 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幼稚 明知道那样的一天早晚都会来 但是在毛铁智商期间 你看他们 你看他们每个人 他为了可能防止那一天到来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甚至还都 心存一份侥幸 还都等着说 没准啊 这些人还会出于政治道义 政治道德 还会继承毛主席的一致 起码不会根本的否定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起码不会对毛主席的妻子 和也经历了十年的中央政治 这个这个这个生涯的 比如张春强这样的人 那也十年了在中央 还不会对他们 采取什么极端的法西斯式的手段 甚至 采取封建式的 这种什么宫廷政变式的手段 所以他们对此还报一个 还确实心存侥幸 没做任何的这方面的准备 那江青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可能是老人家不敬 我说江青 你说十月六号出事 十月五号他也没心没肺的 上井山上摘苹果去 那你保护文他们就更吃 所以十月六号那一天 汪东兴以中办的名义下了通知 说华国锋着急 关于这个什么 研究毛选武卷的一些个问题 召开常委会 那常委会那天 王鲁文和张春桥自然就要出席了 然后说涉及到毛选的一些个技术性的问题 那么他自然 谣言是毛泽东选局那时候负责毛选工作呢 说让他列席回忆 他们感觉过 感觉到过一丝不祥 比如说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他跟他女儿 晚点跟他女儿说这个事 他说他表示过 当时确实有过一丝不安 觉得好像不太对 甚至呢 也联系了一下 这个姚文元啊什么 后来也就放下了警惕 以为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会议 因为毛主席 这个丧期刚刚过 毛主席的后事刚刚处理完 那么接下来研究毛选也好啊 什么围绕着毛主席的事情 都是情理之中的 所以 毫无戒备的就去了 那就去 进了 花人堂 进了第一道门 这警卫 随从 就被下了武器 然后就被隔离 跟这个 跟他们几位领导人就隔离开了 然后几个领导人一进去 先后一进去 然后就上了一帮人就给你抓了 就是 还是那句话 水之清无语 就是他们 在这一点上 就是防人之心 他就很少有 就没 这就说明什么 他们这种政治历练 风风浪浪的 风风雨雨的 经历的还是少 还是少 对于严酷的党内斗争 缺乏 起码 这种政治警惕性 当然了 即使 他们 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你说他们还能做什么 军权也不在手里 刀把子也不在手里 即使他们 这个抗争抗争反抗反抗 估计也 无碍整个大势 最后的结果也还会是那样子 也还会是那样子 于是呢 那天晚上 当王鸿文进去的时候 华博锋当面 华博锋和这个叶剑营 两人坐在沙发上 面对着压进来的 王鸿文 华博锋就在宣读 中共中央所谓的隔离审查决定 听完以后 真就是年轻 王鸿文 你看那时候他才 41岁 还真就大叫了一声 然后试图挣脱警员的手 这些军人的 8341部队的这些人的手 然后说 就是做出那种 铺向叶剑营的那样的姿态 那样的状 你看他就没铺这个华博锋 他试图 要铺向五六名以外的这个叶剑营 当然他马上被旁边那些军人就给制制制制制服了 他为什么不铺话 他铺向叶剑营 那毛毛可能 那一瞬间 条件反射也 脑子里一瞬间就 回放了 在叶帅玉泉山他们家里的一个又一个的茅台之夜 华人堂解决了王张瑶 中南海里面解决了江青 然后这几位就直接就被压到了地下室 中南海的地下室 哪个地下室呢 就是这个地方名叫官员 现在哪个房子还有 说坐幼儿园了还是干嘛 这是给毛泽 这是毛泽奇晚年的时候 中央给毛泽奇盖了一个房子 因为毛泽奇总住在游泳池 也不防震 也不干嘛 就这么着 说给毛泽奇搞一个坚固点的这样的房子 就盖了一个房子的官员 毛泽奇一天都没住 后来就去世了 然后呢 这个官员 这个地下室就成了 这个官押王红文他们的 这临时的监狱 后来过渡了一个时期之后 就转送到了 秦城建压 王红文 成了阶下囚 十多年的牢狱 在等着他 那么王红文的晚年 这个牢狱 之在 他是怎么样度过呢 明天 明天要继续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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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